另外行政院日前正式通過了十二年國教的實施計畫 不過十二年國教真的可以拿掉升學考試的緊固咒嗎 因為這一次不只是升學方式的改變 最重要的還有國中教學要能夠順應孩子的天賦發展 繼續我們要來看的是位在宜蘭的人文國中小 他們就強調多元式性的教學 採取混零教學按照孩子的興趣來分班上課 宜蘭人文國中小打破年齡的界線 他們的班級組成很特別 從小六到國三不分年級 按照孩子的興趣分成山海戀科學家 運動家 廢話家等十幾個特色家族 每個禮拜五是學校的家族日 這天山海戀家族在西邊進行野吹 講述河谷的生態與岩石 你現在要去哪裡 我現在要去福德克現在這邊抓魚 比如說這裡的魚有什麼特色 特色的話基本上就是 他們都是流線型的 然後呢 他們有游速很快 很 那除了一些像蝦虎這類的這樣子 流速很快 然後他們繁殖期的時候會變得很漂亮 上面就會出現一些花紋 然後頭上會出現一個叫做追星的東西 比如說孩子回來會查資料 他們去有拍照嘛 拍魚的照片 拍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回頭再去看說 那為什麼這種魚可以在這個環境生存 三 二 一 另一邊 廖成衛正在學校進行實驗 人文國中利用選課的方式 讓孩子有充分的時間 轉眼自己的興趣 這是一個空氣泡 那要怎麼讓它打得遠 讓它打出去 這個容易嗎 遠喔 遠其實就是 就是讓這個角度 調在45度角 那個是打最遠的角度 在這裡他們認為 教育最重要的是 引發孩子的學習動機 你知道我們台灣像一個蕃薯嗎 這一袋 就是往這一邊 這一袋的土質都比較黏 包括宜蘭 台東 創造多元開放的學習環境 讓每個孩子找到學習的動力 十二年國教強調多元事件 最大的目標是成就每個孩子 可是我們的教學現場 懂起來了嗎 記者張曉恩 周明文綜合報導